大黄 这两天看评论 有人在问吃了玉米芯那个家伙哪里去了 就是这个猪了 都已经长大了 而且它那个玉米芯一直都没有消化 现在还在它的肚子里 又忘记空腹给它撑了 看看它吃饱了有多重吧 65.7 过来大黄 来 你走两步嘛 它就勾着我的手 走不动吗 上来 大黄 是不是太胖了呀 不想走吗 吓死了 吓死了 这是真的吓死了 让它和小伙子见见面 说不定以后能出成好朋友了 这样以后小伙子至少能少挨一只鸟的打 呵呵呵呵 来小伙子看看它 这个猪还怕它 看着它这么大一坨 哟 它还想动嘴 来 上来 别怕别怕 它不会咬你 它还小 看吧 小伙子真的是又菜又爱玩 把大黄拿走了 它又追过来了 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嘛 别在这儿来来回回的 感觉大黄比它都还紧张 一直在拼命抓着我的手 动都不敢动一下 小伙子又想看它 又不敢靠近 这个猪 小伙子 去看嘛 它不会咬你啊 再来看看小黑的孩子 眼睛已经睁开一条缝了 身上也是越来越黑了 哎呦你叫什么嘛 看嘛 你孩子你不认识吗 这小黑还害怕 给它放回去了 每天检查一次就够了 这小黑还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